大力光股东会变天 手机需求才是重简哦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网伦欢呼针红虎老师 网伦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看到了大力光五月市利空 光学族群是不是准备黯淡了呢 好这个大力光之前会成为股王 最主要是智慧型手机大幅的成长 那这阵子为什么股价都已经腰斩了 那当然也是跟手机的产业的需求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大力光 到底该怎么去看它 好这个大力光啊 它公布的五月营收啊 已经是下探了十年的同期的新低点 那就代表那很恐怖 十年已经代表它在超过他股 那时候的那个刚刚开始的低点 对让投资朋友也会特别的担心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就会去发现到 其实它在这个今年的2月份到3月份的 那一波的一个上涨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什么 跌升反弹 并不是这个产业 开始这个手机产业开始更好 其实手机的产业为什么现在会比较差 因为这个大家在之前 4G换5G之后才发现到 功能也没增加多少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手机的速度也没有大家所想象的变得更快 都差不多 有时候还卡卡的 因为大家都换5G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手机的这个整个功能 它的再提升几乎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现在目前手机最多就是什么 折叠 没了嘛 就大概只有折叠这个功能多出来 那其他的我觉得玩不出新花样 所以造成现在目前整个手机的需求 就不断的往下降 那当然跟经济开始慢慢的 有点衰退的这种现象 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物价都在涨 就是薪资没有涨 对不对 所以大家这也会开始节约开支 所以这个新手机一推出来 就没有像之前那么样的 大家一起那么疯狂 所以造成大力光的营收会出现这样 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大力光 你要去注意 它的压力点2335 如果有来的话 那当然就是要站在卖方 那当然关键点2220 如果跌破的话 就是要多单 要天损出场的时候了 那我们再看这个郁金光 郁金光今天是涨的 对 对 那国家相较强势许多 好 郁金光在这个地方的话 昨天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大肠黑 而且是带亮的 那这个大肠黑对它来讲的话 当然是非常的不利 所以 这边的压力点就是410.5 就是大肠黑的高点 那当然它的关键点 就是那根大肠黑的低点 不能够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多单就应该先做个清损 好 那再来就是仙境光 哇 仙境光 我刚刚在看的时候 它是平盘的 对 那仙境光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压力点是在110.5 那关键点 大概就是在这个98.3 因为我这个不小心没有把它拉回去 缩小 图放得太大 好 所以这个仙境光你也要去注意 那当然仙境光的 它昨天没有带亮下杀 是 应该是说这光学股是说 还比较好那么一点点 也就是说它的筹码比较稳定一点 是 所以稍微可以观察一下 那再来就是阳明光 阳明光在这个地方你要去注意 因为它本身在去年就是亏损的 它在去年的那一波炒到100多块 都是完全靠所谓的嘎工题材 之前最高到124块 所以那公司竟然没有赚钱 而且在今年的第一季还在亏损的话 我觉得像这种股票 你真的是看看就好 那尤其是如果你手上有的该怎么办 应该到不了那个压力点87块 我觉得关键点都不小心跌破的话 你可能就要先跑了 那整体的光学股的未来的整个产业 要往上爬并不容易 因为现在你所看到的一些经济数据 都是衰退的 所以它就会跟我们现在的消费性的一些电子 息息相关 而消费性的电子最大宗的就是在手机 所以手机如果没有办法上来的话 我觉得整个光学的产品 要再往上爬并不容易 所以这一点可能投资朋友 要当心跟留意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光学股的族群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谢谢胡老师的提醒 也记得加入胡老师LINE跟Telegram 财经举动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德实地则房产业 理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